雪人真的存在吗? 当科学家们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 拉里路将与一个真正的雪人家庭待一整天。 把一个旧娃娃变成雪人妈妈。 将手臂涂成正确的颜色。 雪人的肤色与人类的不同。 天气可能会变冷。 毛巾不是个好选择。 让我们用温暖的毛龙面料做一件衣服吧。 穿上毛皮膝盖袜子。 加入用人造皮毛做的手臂加热。 戴衣领保护她的脖子免受寒冷。 头戴与她的风格一致。 装饰裙子的下摆。 袖子和头戴与蓝色和白色的蓝衣食。 更冷的色调属于这个季节。 蓝色口红为什么不呢? 用闪光屏气酸泡光机固定它。 梳头发。 它准备好了。 冰冻里有什么新鲜事吗? 雪人妈妈捡起她宝宝扔来扔去的玩具。 我要把所有东西都放回去。 绒毛枕头。 哦。 雪人休息了一会儿, 但后来发现有些东西不见了。 哦,不。 我最喜欢的花瓶不见了。 看起来我们知道是谁干的。 用牙签做弹弓。 将橡皮筋连接到末端。 周围有很多冰块。 上位出生的婴儿决定练习她的狩猎技巧。 但她最终还是说了个花瓶。 哦,不是妈妈最喜欢的花瓶。 我该怎么跟她说呢? 也许是保姆的错。 这是我们两个的秘密。 这对夫妇正在照顾她们的雪人宝宝分。 让我们为她做一件温暖的连体。 白色是她的颜色。 她会看起来像个小雪球。 添加一个帽子。 她的耳朵也要保持温暖。 用闪光装饰服装。 添加蓝耳朵和蓝色肚皮。 你知道雪人也有雀斑吗? 它们是冰雀斑。 天气太冷时,粉恩总是会长。 把眉毛涂成一样的颜色。 画手指和胶纸。 粉恩是一个非常活泼的鹰鹅。 她有时是个导弹鬼。 总是搞得一团糟, 直到要找到她要找的东西。 比如这块冰。 让我们做一个雪人爸爸。 这个娃娃是完美的选择。 她需要暖和的衣服。 做暖和的裤子。 添加长袖上衣。 用窄皮条装饰袖口, 衣领和裤子底部。 雪人爸爸看起来真的很时尚。 她喜欢滑冰。 我喜欢在冬眠后锻炼。 让我们也处理头发。 最近很流行毛皮延长。 现在雪人爸爸有完整的头发了。 还有一个蓝鼻子和爪子。 她看起来真的很不一样。 雪人爸爸不怕寒冷。 她喜欢在雪地里玩。 人们可以有它们的马。 但雪人更喜欢摇滚大象。 准备好了。 我们需要把胶带的线轴分成两半。 剪下正确的形状。 用热胶将大象粘到线轴上。 用珍珠饼器酸气吐大象。 在底部添加一些雪。 把用灰色泡沫纸和雪花做成的座位 放在大象的背上。 奥拉夫,这个家庭的朋友, 决定给孩子买一件礼物。 她偷偷留进屋里, 留下了一头玩具大象。 银额马上就到了。 现在这是她最喜欢的玩具。 鸽头漫画在这里看起来也有点不同。 剪一张假皮革。 将其附加到由树枝做到长方形的框架。 用绳索固定边缘。 让我们用我们的想象力。 我们可以用饼器酸气画一个全新的世界。 你能想出这么多的故事。 当父母在买食物时, 保姆正在召开孩子。 你在哭吗? 冷静点, 小家伙没事的。 我给你读一些故事吧。 发生了这么多新的事情, 老传说是对的。 不要哭, 我会继续讲故事给你的。 在白色的小石头上画画。 它们看起来很简单, 但各有各的意义。 雪人用这些石头了解世界。 保姆也决定教分恩。 你还记得它是什么吗? 没错, 是眼睛。 这意味着有了它, 你可以在山顶上看到很多东西。 这个标志呢? 学习过程进行得非常成功。 让我们做雪橇吧。 从闪光泡沫纸中剪出两块。 一把无聊的塑料椅子变成了新的闪亮椅子。 木质壶可以用做雪橇。 把它们和座椅都涂成蓝色。 用烟斗通条盖住两侧。 在座椅上添加毛粘盖。 用来衣食装饰雪橇。 连接绳索。 雪人妈妈决定为她的孩子组织一次冒险。 向我们的梦妈问好。 它们太爱你了。 今天你会体会到做雪橇是什么感觉。 梦妈会帮助我们的。 招着绳子。 我们走吧。 干得好。 现在够了。 每个人都需要休息。 让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梦妈。 用棕色油漆涂一只只砍到大象雕像。 修剪架毛皮。 用黑色的毛皮盖住身体。 看这个尾巴。 用长睫毛粘住眼睛。 用牙签做锋利的象牙。 这只小梦妈在找她的妈妈。 她在暴风雪中迷路了。 风把她吹得越来越远了。 但梦妈妈妈一点也不害怕。 她的毛皮使她保暖。 全家人又在一起了。 暴风雪过后, 雪人妈妈和爸爸就骑上一只梦马 去找那对失踪的母子。 给你。 没事的。 我们现在在一起了。 我们给你带了一些新鲜的草。 从泡沫纸中捡出火焰。 使用了很多颜色。 拿相同大小的干枝。 这样火就够大了。 将树枝放入发泡胶片中。 火焰。 现在我们也火了。 用水晶、冰个图案和双冻装饰栏。 火焰太闪闪发光了。 雪人妈妈保持火的燃烧。 火不应该出去。 想它添加更多树枝。 在一个木棍上加一块小石头。 用皮革绳固定它。 划手柄来匹配木材。 雪人父母去找了点冰来融化。 获得干净的水需要大量的工作。 干一起工作很有趣。 使用热胶将木棍做成骨头。 加入一些用青年土制成的肉。 耶,我找到了一些肉。 亲爱的,今天我们要吃一顿美味的晚餐。 你干得很棒。 好吃。 我饿了。 前家人晚上聚在一起。 爸爸、妈妈和宝宝坐在火堆附近聊天。 我们在一起很开心。 即使有来自山顶的寒冷和风也不会使我们的心变冷。 给我们的视频点赞。 订阅拉雷露频道并打开提示灵。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啦。